伊朗支持的夜門反抗軍青年運動 近來接連襲擊傷船 霍倫 在當地三號 青年運動又展開了行動 宣稱對兩艘以色列船隻 以彈道飛彈跟無人機襲擊 美國國防部證實 美國驅逐艦是前往救援 並且擊落三架無人機 而系列攻擊行動 也凸顯了尾巴衝突 擴散到了中東其他地區 以哈結束修戰之後 以色列軍隊恢復 對武裝組織哈馬斯的攻擊 由伊朗扶持的夜門反抗軍青年運動 也在當地三號 再次襲擊經過鴻海海域的外籍商船 並且宣稱攻擊的都是以色列船隻 事發地點的曼德海峽 是連接鴻海跟雅丁灣的戰略水道 青年運動表示攻擊的團結探索號跟9號商船 因為不理會青年運動發出的警告訊息 因此分別以飛彈跟無人機進行攻擊 美國國防部表示 有三艘商船總共遭到四次的攻擊 懸掛巴哈馬國旗的英國貨船團結探索號 發出求救訊號之後 在附近執行巡邏任務的美國驅逐艦卡尼號 青年運動表示將會針對以色列的船隻 持續進行攻擊行動 直到以色列停止對加薩的攻擊行為 而過路的商船屢屢遭到攻擊 也讓鴻海航運面臨的威脅明顯升高 至於青年運動在11月19號 盧走日本商船之後 經過日本政府透過中間國家交涉 日前也表態很可能會在這幾天 釋放船上的船員 關於西元陳頌兵議